欢迎回来,接下来看跟我们每天关机都非常密切的水 联合国水资源的组织有一个研究显示出来 从2001到2018,74%的天灾都跟水有关 有很多国家水资源管理不善 极端气候造成各种天灾,导致36亿人 每年至少一个月都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淡水 到2050年的时候,缺乏洁净淡水可用的人口超过50亿 那已经是半数的地球人口了 饮用水不够,联合国的报告也说 缺乏洁净洗手,用水导致疾病传播 在新冠大流行的时候特别明显 躲避内战只是这位索马利亚母亲欧斯曼 离乡背景的诸多理由之一 他们的游牧民族祖先逐水草而居 但如今这些索马利亚难民的牲口 全都渴死了,更找不到水源与农地 气候变迁是全球数十亿人 处于水资源危机的主要因素 以索马利亚为例,已经连续四个雨季都被干旱取代 欧斯曼带着八个孩子逃到肯亚 曾经是旅馆老板 如今他们在沙漠干燥的风中勉强搭起起身的帐篷 为了食物跟为了水 一百万人在索马利亚境内流离失所 超过八万人逃进肯亚国境求助 两年来至少五万人穿越边境徒步走上百公里 抵达肯亚的达达部 联合国开设的全球最大难民营 三十多年来这里保守估计收容了 25至30万人次索马利亚难民 我os家都是19 我對年來玩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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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SCRL做了很多 缺乏饮用水与清洁用水 是许多索马利亚难民混沌途中的原因 非洲大陆东端的非洲之脚 最近遭遇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最弱势者最先受到冲击 没有干净的水洗手 让各种疫病迅速扩散 如果您不缺水洗手 也不缺饮用水 您至少已经比全球其他10亿人幸运 综合全球121个国家的评比 最新的联合国2022年 全球环卫和饮用水分析报告发现 只有45%的国家 达到自设的饮用水分配与卫生标准 更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 达到自设的洁净水源目标 75%的国家哀怨着资金不够 但另一个问题是分配不均 比如面对水源污染 城市的净水设施 常比偏乡完备 在较贫穷的国家 城市以外的民众 要取得干净水源也比较困难 甚至需要长途跋涉 每天清晨就出发 骑着小驴拎着塑胶罐 这些十岁不到的孩子 扛着维系全家生存的重责大任 到水栈取水 越门是全球各国中 水资源缺乏与分配不均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等到中午时分才有水车来 一天就这样过去 可怜的瘦小驴子快要被水罐压垮 但有清洁的水可以领取 以示万幸 喝井水后果非常严重 而夜门内战不停 净水战不保证能长期存在 气候变迁导致的旱象 却稳定持续存在好几年 90%的夜门人口 每天忙于找水取水 伤脑筋买不到水 联合国在2023年3月 将召开全球水资源会议 解释处于严重水贫穷的国家 政府目标是否早已不切实际 跟不上气候变迁的速度 当然最重要是编列预算与募款 让基础建设能应对天灾 给更多人干净的水可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